美舰通过台海知情人士,划战略底线防中共破坏区域现状,针对美国军舰一台湾海峡之动态中华民国总统府表示,我国一向重视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,台湾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,将持续努力维持两岸现状,确保亚太地区和平,繁荣及发展知情人士指出, 就整体区域情势来看,川金会后朝鲜半岛进章局势趋缓,美国开始将注意力转移至区域内,其他安全议题,包括南海与台海相关人士分析说,这次的美舰通过台海,加上日前雷根号航空母舰,在南海巡异,都是美国在印太战略下,采取的战略性预防作为目的是在近期以来,中共试图挑战区域现状的同时, 画出战略底线,防止中共破坏区域现状,另外一个层面来看,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拥有重要地位,确保台海稳定,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,从台旅法,国防守权法,到美舰通过台海,也显示美国立法与行政部门,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知情人士指出, 目前美中竞争关系持续升高,但不至于演,变成全面对抗,美国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,不会放任中共自意改变区域现状,更不会纵容中共威胁美国的区域盟友, 此一战略态势,对台湾有力不至于在美中全面对抗下陷入两难,又能在充分的战略基础上强化台美关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